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聊到这个结构呢 我首先在里面先切出一个 就是切出一个面来和大家来看一下 假如说从这里上下的二分一来给它切开 那么在这里面它将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 在这个角度啊 那么这竖向的就是它的一个 竖向去的一个消失 一个消失线 然后根据这个左右 其实左右是穿过这两个点的 但这个线和这个线的倾斜角度应该是一样的 理论上是一样的 然后呢 里面这个语言就在这一个四边形里面产生 好 然后我们找到这一个点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画这一个这个叉叉这条线呢 这里啊 这里在我们的以前有讲过的一个圆的切分的一个方法 那个三七点 那个三七点里面有讲到 就是说你在这里留到三七点的时候 那流到这个三七点的时候 刚好是在这个圆周上 那么这一个知识是比较复杂的啊 那今天就不做多的讲解 所以呢 把这个框框画好了以后 我们可以确认四个点 第一个点在这儿 第二个点在这儿 当然他们的圆周永远都在圆周上 对不对 那么第三个点在这儿 第四个点在这儿 但这个点和这个点的距离 一定要注意啊 跟圆星会有个近大远小的一个视觉上的一个透视 近大远小 这里不能错 然后把这个圆星往这边画 画到这里呢 那么这里中间有一个焦点 就是这个三七线 这个三七分的这个线的地方 和这一根斜线交叉的地方 它会经过这 这个三七线是这里是七 这里是三啊 这半径当 这个这一段当中 这里是七 这里是三 也是这里是七 这里是三 当然这个理论 后面给你们详细讲解啊 反正就是把它分为三份和七份 然后呢 从这一个点 交入这一个点 再交到这一个点 它就是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弧线了 然后这里来呢 也是一样 当然最终还是你得要看看那个圆到底圆不圆啊 因为你取的这个三七点也未必能够很标准 好的 这是一个半圆 还有要跟你们说的就是 这个转弯的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是很圆的 同学们 这里不要画出一个小尖角来 这里 这里是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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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是圆的 这里也是圆的 这两个点 它当然也是圆的啊 它是往后面圆过去 然后呢 再交到后面三七点 这么圆过来的 OK 那么这里呢 我们要保障的就是 这些辅助线尽量的精准 尽可能的去把它画精准 手绘 就是你用手去画它 确实会有误差 但是 不要以误差为容 对不对 能画精准就画精准 好了 我把前面的线呢 稍微的加强一点点 做一下前后的一个虚实关系 学会用一用这些弧线啊 平时我们可能练了很多很多的直线 想要有多直就有多直 但是呢 我们在画语言的过程当中 我建议大家可以多练练弧线 其实在绘画的过程当中 无线还是用的比较多的一种线条 在我的班里面 我会跟同学们跟他们讲说 就说 你们就使劲当 就这样当 但是呢 同学们可能会听到这个词 就还蛮有趣啊 然后呢 他们也在画面上 就是当 左右当 然后来回当 就能够当出比较好看的弧线来 好了 这里呢 我就画了一个 横向切开的一个 假如说这个球 被我横向切开了以后 这是一个横切的一个面 它是一个横切面 当然 这一个面 我相信不需要大家 去切一个石膏体 你们就能够想象得到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想体会一下的话 你找个比较圆的 果子 特别圆的果子 你横向一刀切下去 它就是这种感觉 或者这种小 特别圆的橘子 也可以啊 可以去试一下 这横向切 那么接下来呢 我斜向来切一刀 我选这里 选这一根线 它以前就画了一根辅助线的 这个地方我切一刀 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感觉呢 首先我那个方框 我就不画了 因为我能够确定 它在哪里 因为至少有一点 会交于这一条线上 至少有一点 会交于这一条线上 到底交于哪里呢 我大致地做一下 我大致地穿过圆心 画一条直线 就可以了 好 我穿过圆心 画一条直线 也就是这一段 到这一段距离 和这一段到这一段距离 它是符合透视规律的 它肯定是符合透视规律的 OK 然后呢 在这儿 继续画这个 继续画弧线 当然 这里呢 你想要去研究的话 里面的东西很多 同学们 学无止境 别想看这种 别小看这种 简单的东西 其实简单的东西 它也是很复杂 也是 蕴含的东西 是很深的 不然的话 为什么 前人 他会把这个 圆球体给 发明出来呢 要不然 简单的圆 和简单的正方形 是我们在 绘画过程的 一个必经之路呢 其实必经 并不是它 并不是因为它 简单 好画 而是因为它 概括性很强 然后呢 就是 里面蕴含的东西 也很丰富 当然 在以后的视频当中 我也会 陆续地跟大家 来聊一聊 这些石膏体 跟 近物之间的关系 跟人物之间的关系 跟风景 跟动物之间的关系 它们是息息相关的 不管是结构 还是观影关系 今天呢 由于是一个基础 教程的一个 视频啊 我就给你们 示范一下 这样的一个结构 的一个画法 以及呢 同学们 要去理解一个结构 你要知道 它顺着这里切开 它就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个点很重要 因为你的调子 是跟着结构走的 你理解了结构以后 那么你才能够 很好地去上这个调子 好了 我再把外周 再给它 加强一下 外轮廓线 好的 这个地方呢 我越小越不圆了 那么我轻轻地 给它擦掉 然后呢 用弧线去画 你线条画得太僵硬 它就会越来越不圆 这就是一个圆球体 它的一个结构 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你要知道 无论它怎么切开 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形 只要对半切 或者说 你看到这个表面上的一个结构的一个走向 它永远都像一个卫星一样这么绕 这么绕 这么绕 反正它一直就在绕 OK 这是对半开 那么接下来呢 我示范一下 它没有对半开的情况下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在这里 如果说我在尖尖上 把它切了一刀 在这里切开 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这里要跟大家说 从上面切的话 圆当然也小一些 而且 看仰视还是俯视 如果是你从上面往下面看这个圆的话 这个球的话 那么上面的圆 它不仅小 它还扁一些 这个是圆形透视里面有跟你们讲过的 大家赶紧去回忆一下 如果说在上面 那么它的一个结构 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 量一下左边和右边 差不多 下面也是一样啊 只是说越到下面可能结构会越变越大 那么同学们到这一步呢 你们可以自己徒手去画一些语言 可以试试看 然后徒手去练练弧线 可以去试试看啊 练练弧线 画一些语言 然后呢 去了解一下 这个结构的一个走向和关系 那么你把这个结构了解好以后 你再去画这个光影关系的时候 那么你就能够很好很快的能够理解到了 投影我就不画了 我把这个形稍微画出来 练练弧线 不画了啊 投影就稍微的大一下 反正大法呢 我会要跟大家一起来上这个调子的 OK 那么这一个就先示范到这里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